本文章已经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百权验证,禁止任何形式的改变转载抄袭,为着追究法律责任战争,都会对一个国家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。 二战之后,每个国家都有多多少少的损失,但是战争过后,世界和平,并没有太多的战争发生,为了国家能够在其他方面有更好的发展,有的国家会选择裁军,节省一些不必要的开支。 虽然裁军是一个比较好的节省开支的方式,但是裁军过多也会使军队的实力变弱,英国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国家。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和英国一样,我们国家就是越裁军,实力越强大的那种。 我们裁军并不是盲目没有目标的,并且我们裁军的真正目的,是为了减少不需要的部分,减少开支,将钱花在该花的地方。 我们将解放军的结构裁得越来越精简,但是也越来越完整。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,是40多年,我们一共进行了6次裁军。 第一次,国家减少了军队里的非战斗人员,以及保障部队,并取消了省军事独立监制,使军队更加精简。 第二次,国家将铁道兵与基建工程,并裁出了解放军队伍。 第三次,国家为了使整个军队往现代化发展,采了许多人,是解放军的结构,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使国家的陆军向机械化过渡,并且改变了陆军的交通工具。 第四次,国家更加注重信息化,更加注重武器的科技性。 第五次,将一些不是战斗的部队和并进武警的队伍,并且也做了一些裁剪。 第六次,国家尤其注重空军与海军的发展,并且还做了其他的裁剪,使军队更加精简和完善。 我们每一次的裁军,都是为了我们国家能够更好的发展,都是为了顺应国情的变化。 我们下期,国家尤其是金属的作品。 然后,我们下期,国家尤其是金属,并且一直在一旧。 我们下期,国家尤其有点数值不足像是金属,但是果家尤其是金属的作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